曾玉清老师等11位捐赠者 共同捐助上款 勾置复康巴士一台捐赠仪式 日前于县府举行 会中曾老师代表 共同捐赠者 捐赠复康巴士与县府 由许县长代表接受 并执政感谢状表达谢意 仪式简单隆重 许县长期许借持刨钻引玉 换起社会各界响应 一起来关心 依助资源 提升偏向长照品质极量能 我们县政府 我们自己在 除了温馨巴士有20台 那么目前在我们的 很多长照的接送车辆 目前有149台 那现在呢 再加上曾老师的一个捐赠之后 就能够让更多的长辈 能够走出家里面 到社区 到他需要去的地方 那么这些的接送呢 不仅仅让长辈感受到 更加的窝心 那同时呢 也能够减少很多长辈 出门的不便 尤其呢 在山区很多孩子 如果出外去上班 在家里面很多的长辈 如果这脚头如果不够好 要走来很久也要一段时间 要坐车也要等很久 所以这个现在的这种 接送车呢 是我们县政府 目前所最需要的 那希望呢 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让南投县 我们可以更加的和谐 郑老师表示 感谢共同捐赠人的响应 促成此次捐赠意据 协助政府办理公共服务 提升长者长照福祉 未来会更努力 集合更多社会三星人士的力量 一同来回馈社会 还是要需要大家的支持 跟继续的努力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然后回馈社会 那这一台呢 也经由我们赞助人 他们的想法是想要 从偏向开始做 所以我们会把这台车子 配置在我们的信义箱 让信义箱的文件站呢 能够有更多的长辈 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再次的感谢我们曾老师 包括呢 先前呢 也支持了我们民和国中的孩子 出国去表演 有很多的经费的这个赞助 还有包括在很多的这个教育上面 曾老师都帮忙我们很多 我们再次的代表县政府 像曾老师还有所有 他所号召的这11位的好朋友 一起共同来捐赠这台车 县府表示 目前县府已有20部 温馨巴士 主要提供县内身心障碍者 及老人交通接送服务 除了南投市配置4辆 草屯镇及普里镇 各配置3辆 其余的乡镇各配置1辆 本次捐赠的车辆 县府将妥善运用 并提供行动不便 身心障碍者及长照长辈 更便捷的交通接送服务 记者邱明俊南投市采访报道